公路局台九縣瑞瑞安全警官大道工程爭議不止一件 對鄉民代表陳元發和鍾永春 他質詢時就指出 當初配合拖款工程 暫時移除公路旁邊 包括公路地景藝術品 還有路口監視器等設施 現在完工通車將近一年多了 卻沒有物歸原處 香大會對公路局表示很失望 不只是路口監視器 道路拓款完工通車將近一年多 向代表鍾永春進一步諮詢指出 當初配合道路拓款而暫時移除的 包括公路地景藝術品 路燈管線 號制燈等等 至今都沒有揮部設置物歸原處 香大表們對於公路局的工程作業相當失望 他就是很完工的 我想很多的不耐 大家一直在講 結果沒有什麼效果 這真的是 面對鄉代表們 對公路局這一項工程的諸多抱怨與不滿 鄉公所也十分無奈 鄉長陳金光表示 將協助地方向公路局反映協調 爭取改善 讓中央這一項交通建設 能更貼近在地人的生活需求 記者石玉蘭 瑞穗採訪報導